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想那个店铺 300尺左右 因为香港的主食条例可能有20%至30%是做了厨房 变成外面其实是一张长台 但是一张长台就是你坐满五 我想可以坐八至十个人 然后围着 在正中间那张长台 然后围着那个铺 因为它是阔而浅 有些卡位 不是卡位 那我想如果同一时间坐满了人的话 那些人又不怕逼又不醒 那些人又不怕逼又不醒 20几个位置 OK 好了 那我去到 看到那些格式 不要紧要 看到一条人在吃这个咖喱牛腩饭 那我走进去 那我从来都是旺财 那我进去的时候 就只有我和那个人 但是我在我坐下进食和我离开的时候 其实他都有十多十六七人了 即是都迫的开始 那他的餐牌很简单 那我一看就知道 你应该是潮州佬 因为他最主力呢 其实就是卖潮州老美 那他有个叫做王牌 老什么老美 老鹅饭 那你如果说 你上去喜欢吃鹅 又不想 又打烂 好像叫鵝片 就好像很笨 那你就可以吃过那些 老鹅饭 或者老美饭 即是有鹅翼 鹅掌 鹅颈 等等等等 那些 那当然也炒了小菜 那我呢 就因应我们operator说 他说是叫了一个 咸鱼鸡粒炒饭 很正 那去到 看一看 不用想了 咸鱼鸡粒炒饭 那他不便宜的 五十多元 但是包了东西 那你又不能说贵 是吧 那他就问我 那他又没有茶酒 那我就热奶茶 我现在喝热东西 那我正在看一看 那先生还有什么要吃 我说 不知吃什么 其实已经很饱了 但是呢 随便 就做一碟 鹅掌来吃一碟 鹅掌 鹅翼 应该是鹅翼 吃很多条 好了 怎么说呢 它是达到 90 炒饭是93分 如果100分 满分 其实是很高水准的 很高水准 嗯 鹅掌甚至乎去到95分 嗯 但是呢 他就没有什么 可能我太有预期的 又没有什么很大的 驚喜给我 但是你找我来 搞定一餐呢 是 就真的很好 因为很简单 我进去叫炒饭 接着去收单 你看到厨房 嗯 即时就立即炒给你 其实这些炒饭 你当然是立即炒的 但是呢 他的炒饭 能够做到 一碟没有油的 嗯 每一粒饭 你都很 真的都有咸鱼味 你知道咸鱼一粒炒饭 有时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你突然咬了一个咸鱼 当然也会有些散咸鱼 就很咸 但是其他就没什么咸鱼味的 嗯 他就做得很均匀的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扣他了几分的 其实他是好吃的 但是又未至于 我实在大力推介到 即是其实我也挺大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讲 一直在想 我没有吃过好吃过他的炒饭呢 有的 但是近年就真的很难 因为 你要OK的炒饭很多 其实香港 我们吃到咸鱼了 一般来说 我们茶餐厅 除了好想吃的 炒饭好 如果不是 一般来说OK 不易炒得能吃 不易炒 其实你要炒得很好吃 不是容易的事 是的 但是你要炒得难吃 又又又又 不是容易的 很难的 是的 可以OK以上的 但是我 我可能要再试一下 但是我老友 大一只鱼 他十一点多 跟着我 那晚我吃完就走了 怎料 姚冠东他打电话给我 结果我在街上 我跟他 车在楼下 我停车楼下 跟他聊了整个小时 你知道他不肯收口 这个人 好了 怎料我跟他聊完 的时候 突然间我朋友 大只嘟话 刚才我多工作 现在才去吃饭 十一点多他才去 我说那一餐吃饭 他说 今天我要吃 因为他那个介绍 说是吃什么 煤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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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吃饭的途中 看到 有一帮人来 一帮人 就是 应该是附近做事的人来的 就吃那个 一起叫的那个 什么 啊 糊头排骨饭 嗯 看他的样子 是很兴奋 他们吃过的 很兴奋 介绍那些朋友就吃 那我又可能会试一下 就是 你现在听到那些 那些 听他的 菜 其实他真的很典型 那些 就是潮山 广东 的 饭菜 来的 很简单 那些 但是 我真的觉得他挺好水准 啊 我为什么要够他几分 我又说不清 那接着我看到 他们说那些女人做不是的 后来我看清楚 厨房呢 清一色 三四个人呢 都是那些 买奴来的 是 那几个女 人呢 就是 啊 就是典型的那些阿姐 但是很帮得手啊 嗯 又收钱 又落单 又入厨房 帝单啊 全菜啊 一定是 这样做的 那我想他会做得到的 因为 那个位置呢 第一 我们伟大 祖国 你不要看啊 尖沙咀中环的酒店不行 我们对面那家呢 是旺的 因为 旺角嘛 是啊 还有下面有个什么 就是那些 那些 就是很多 以前那些是去黄江的 那些车 原来现在变了去很多 啊 开平啊 台山啊 外州 是啊 外州去到那些 那今天我又有两个澳洲的客人 上来 那他们在澳洲来香港跟团 去完马拉又回大陆等等 说不断 不断 不断 就是 力有我 真的要回去啊 阿比利哥 他说南疆 那姐姐就说呢 是云南 他说最想不到一样东西 我听过的 我之前也介绍过大陆的厕所 是 他说呢 那后来我们的客戴口 他说 他说那些厕所呢 是全部 得比日本多样的 那我知道的 就是你说老实说 我们的习主席呢 就是上任这十几年以来 你说如果唯一一样东西 比较做得好 是 都不是比较 是真的做得到 就是厕所革命的了 最聪明的了 搞了几年啊 喂 大哥 这些应 喂 其实要做得很容易 这些 你只要肯做 香港都要做 根本香港好 很糟糕 到现在的厕所都 新的那些OK的 不是啊 是问题的人用得很糟糕 在大陆那些呢 他每一个厕所应该是 人工便宜的嘛 就是请到那些人来 即时清理 还是怎样的 又或者大陆我不知道 你一弄髒去人 就想得到很糟糕 就是大陆可以得的嘛 我不知道 那 那 又说那些酒店多漂亮啊 等等 那我看看是怎样的 那我要说服到我老婆才行的 我真的很想回去 你叫我回去什麽 深圳那些商场呢 那我知道它漂亮 但是都是商场 我没有什麽特别的 商场的 对不对 你说有充当骨 也好一点 那你说如果你说 真的去到那些什麽 什麽 俄眉山啊 那些我可以的 嗯 但是呢 据我姐姐说呢 说他们呢 都走到死死下 我心想 是 是 在下面打卡 是 在下面 賣了一百 你说三几十级楼梯 是 是 一百几十马平地 是 是 是 你老婆 哇 不是啊 你年纪大 不要搞 大佬 所以有时我跟那些年轻人说 趁年轻 就要去那些地方 就是 那时候我们 八九十年代 那些香港人都是的 一毕业呢 大学毕业呢 或者中学毕业呢 未出来社会做事呢 嗯 那时候很年轻 客家老师那些就是了 就背个背囊去玩 一年半左右 十几二十岁 那他说呢 回来做半年东西 又存些钱 又去欧洲又浪游 就是 你年纪大了 就未必可以的 你叫你睡街 睡巴士 OK 那一档东西呢 在哪里呢 那条叫做 柏南街呢 都是柏南街那一条 我先看看 是啊 柏南街那一条算是柏南街 不是大南街 是柏南街 那 叫做一楼简餐 好像 一楼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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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很简单而已 去到遺境 酒店走个圈 一定能去到 香港 是柏道 好了 支联会案 那周幸彤就现身高院 OK 那据说呢 那根据那些形容呢 就说他瘦削很多 那老实说 我就不知不知道 不要说过 我就不觉得程教署 会不给饭去吃的 那但是 那一般来说 就是好像 刘梦雄当年 就是瘦爛完出来的时候 都是瘦了 我又很少听见人家说 坐监会坐到肥的 其实水饭房不瘦 不要说水饭房 就算你不水饭房 你都不会肥了 他计算过你的营养 不是说不给你吃 可能都饱的 我不知道 那就加上申请 至于水饭房的 更加不用说 是吧 那你照计 应该都是瘦的 那今天呢 他出来 就主要是申请 要求有五个 就是他想申请五个证人 那这五个证人呢 是在外地上视像作公被拒 OK 那首先呢 我们看 原来呢 这个二十三条 因为这个是 关于二十三条 来的嘛 文件列出 就已经列明 构成各 案案的语众人 是不能够 找证人的 他有写明的 所以呢 不可不 应该是不可批准 录取证人在海外 透过视像直播方式 提供的证据 就写到明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呢 你就真是没话说 那但是周恒彤呢 那我们知道他 第一他是律师 第一大律师弟 第二 喂 那他就真是 一个 是对手头痛的人来的 那现在呢 法院呢 就已经拒绝了 申请这五个人 一会儿 这五个人 就稍后会 斑下一个判词 我们看看判词怎么说 那因为今天呢 周恒彤呢 他就争拗 就说 喂 你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修改了这个刑事訴訟程序条例 第七百个十一条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注明呢 有关于这个国安案件之中呢 就不可以找 就是外国籍人来录取 正公 那周恒彤呢 就说这样 其实是构成国安案的与众人 和非国安案的与众人的差别代源 那就认为呢 再不是这个法律面前 或者法庭面前 人人平等了 那其实这个 argument呢 你问我呢 是强的 为什么呢 那 原则上 他写得这么清楚 在这条法例里面 其实法官呢 就是没得移动的 这个我们明白 但是这条法例 究竟是否能够彰显到法治和正义呢 其实呢 根据过去我们这几年 看这么多事情 再简单地说 其实只要我们明白 只要我们明白 原来他们的释法权在人大 那你就知道香港法官呢 这个人大释法 就是我们最高解释法律的地方之后呢 其实香港的法官呢 是没得移动的 嗯 其实这个情形也是一样的 你写一下法例里 那些法官是没得移动的 是吧 那而 你假如要移动的话 甚至法官可以 或者人家很强的argument去质疑你 或者司法科合理的时候 那就是人大释法 甚至乎 那么 其实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 但是大家去想一下 OK 为什么 他们当日写下去 周恬同有质疑的话 喂 这条法律是否为我而设 那法官当然不认为这个法律是为他们而设 他都没有特别说 我想都想他们的argument 又是说什么是国安 可能又有机密 又有这样那样 但是现在连这些报导 都报导了出来 那么外国 如果有证人在外国 或者在外边做视像证作工 为什么不能够提醒上法庭呢 嗯 是吧 其实你问我 我想不明白 那你说 是根本就 老实说 他现在找这五个 啊 所谓证人 就当然不是特区政府欢迎的证人 但是证人有得 在法庭来说 是可以有欢迎的证人 和不欢迎的证人 啊 那这是哪个呢 包括吴亦开希 高志活 就是《国殇之处》的作者 啊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 啊方正 啊 所谓啊 是叶楼的恩师 啊 啊 和这个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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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周 周 申請他們視像作供 很明顯周恆彤是看著 這個法例的修改 就是不讓別人視像作供在外地 他就來申請 為什麼他當法例會這樣寫呢 其實大家想想 即是那種 他在寫這個修訂的時候 那個人來我可以不讓他入境 不需要特別做事 但如果在外面做視像作供 那怎麼辦呢 他先修改定 這些政治 大家覺得怎樣呢 所以你們不用去想 即是他們經常去找完 又或者有很多人 當現在是一個正常的香港 他講很多意見 我覺得都多餘 那怎麼會經濟好呢 老實講 給他們視像作供 怎麼判都有人來判他 是吧 好了 那當然 那美國 將會限制個人和公司投資中國 即是美國的人 或者包括香港的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等等的領域 那李家超呢 現在主動回應事件 今天 就說 這樣將會損害環球供應鏈和正常貿易 其實他講這些話 就是過去這麼多年 都不斷有人這樣講 就是說 喂 我們 你和我們香港的貿易總差 過去十年達到二千多億美金 是美國全球貿易伙伴之中最高 所以說其實美國不想你死 你們不要這樣拿起石頭摘自己腳 你自食其果 又是說這些話 其實既然美國佬這麼生氣 我到現在你說一句 你又去自食其果 原來這樣做 美國佬是自己打自己的 你又去死吧 你又去死吧 喂 他有貿易順差 即是我們有貿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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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不跟他做 他沒有進數而已 不是啊 我們就少一些貿易逆差 是的 你現在去嗎 好了 不知為何要這樣講 但是呢 對於呢 就是昨天阿正講的 特朗普呢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哇 他很 我昨天聽了 看完片 那個主持人問他 喂 喂 現在遠在香港 有一個億萬富豪 又是甚麼出版人 因為自由這些 發發發 你會不會去救他 他都沒有考慮 不需要想 不需要兜 真的不需要像 阿賀錦民那樣兜 會 一百個百分之 而且做得到 嗯 他是不是會做到呢 真不知道 他會不會做呢 我相信 特朗普一向那些 過性呢 他會做的 嗯 更何況呢 很奇怪的 在上屆的選舉呢 last minute的時候呢 那時候 黎智英還未蒙爛 其實他是支持特朗普的 其實那時候我們覺得很可笑的 為什麼呢 他整張報紙包括那些 followers 或者去那些 就是 那幫我認為的左翼人士 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 拜登的嘛 上屆 怎知道 黎智英就會 查到特朗普 那我不知道特朗普 會不會收到這些資料 OK 但是他就表達得很清楚 他說 喂 會做到 好了 那 而他也都順便 他說 OK 現屆政府 拜登 完全沒有提及 或者 要求釋放過黎智英 那我們看資料 都不用看資料了 那事實上呢 他們會有講及香港情況 很多次 拜登 但是從來沒有提過 釋放黎智英 是 那 我不知道 至於那些左膠 或者一向撐開民主黨 又撐開肥佬黎那些人 現在怎麼想 那些不在我考慮之列 我只是想說 喂 你了好不好 德區政府 美國說 將會制裁你中國 或者包括香港在內的半導體 嗯 對不對 那還沒制裁你 那是特朗普 將會做美國總統 我似乎 又說 將會要求 習近平 釋放黎智英 He's my best friend OK 100% 喂 我是不是要回應一下呢 喂 他這件事 好像那些反特朗普 沒有怎麼說 不說 你在他 嘗試在他面前看 喂 你了 不要管他 令人難堪 他還舉了例 我之前救了三個籃球員 17月 習近平立即放人 不是啊 其實呢 老實說 我最恐怕的情況是什麽呢 當他和習近平提 習近平回去了解一下香港 回去了解一下黎智英的時候的事 老實說 老實說 你打工總而言之 其中一件事 你不要理他 圓頭在哪裏 可能真的是老闆來的 但你打工呢 就不要繁民到老闆 這是基礎來的 是 是不是 對不對 到時 他說 喂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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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very good friend 那樣 喂 有這件事 吵你了嗎 他真的拘捕了頭 是什麽事啊 要協究我放人 無論如何放人 然後才說 加我少些關稅 或者怎樣怎樣 是呀 吵你了嗎 那我 那是什麽事啊 總之你煩到他 喂 但anyway 出來吊出去 特區政府應該 吵你了嗎 喂 兩天了 不是這樣 好了 昨天我們講完這個 林定閣 說六千被捕 未被控的人 生活如想 那 今天就馬上 我見到 有媒體 就追訪一些 曾經被 拘捕 殺名 無告的人 的心 努力情 心態 OK 首先你問我 我呢 因爲那些人很關注 爲什麽很關注 那些六千人呢 因爲其實呢 在早一兩年前 這些說 劃線 不追究那些六千人呢 其實是傳過好幾次的 是的 好幾次 那昨天我講過 年頭的時候 阿超哥被人問 這些是 你問警察 問警察 他說 好了 張炳陽講完之後 梁振英出來講 你問我 我的理解 其實呢 林定閣 是講了 其實有什麽問題呢 喂 他們要讀書就讀書 他們要旅遊就旅遊 沒有問題 言下之意 喂 我們不會搞了 我們不會搞了 但他不會講出來的 他不能夠講的 因為 大家搞清楚 一講出來 未必有事 但如果有事 玩這條線 沒有爺爺抓住他的手 他不能夠僵 所以呢 他就說 因爲 就於是乎用了一些很奇怪 即是又說 什麽嚴重刑事罪犯 這樣那樣 那 但是 你說 一天這樣 你不去 譬如我們 譬如我以前 我以前 我也試過給警察 給IG那些去 拿口供押 那 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不可以 他真的會寄封信 給你告訴你 馬先生 不好意思 那你是不是會心安 今天呢 那些媒體呢 就找了 有幾個 其實是五個 就是呢 2019年 李大衛城 他們曾經被襲名的 那 total他們六個抗爭者 而一個呢 就是 有被告的 OK 那另外呢 有 五個呢 就一樣是被記名 就放了出來 放出來之後 那四個呢 就馬上離開了香港 但是另外一個呢 OK 就留在那裏 即是沒有被告 但是摘了名 的五個案裏面 另一個留在香港 他說 留在那裏那個呢 是無時無刻都想走 但是擔心 一出境的時候被捕 就不夠膽離港 至於他們 即使在外國又怎樣呢 他說 每一日 起床 或者睡覺前 都想 會不會被人抓 他在外國了 外國了 或者會不會被人通緝 因為 你沒有 那個 black and white 嗯 好了 另外呢 他說 求職期間呢 僱主呢 亦都跟他表明 不會請2019年 反送中運 夢有關的人士 但是因為 他們呢 是沒有被告的 OK 是沒有那個案底的 那所以呢 其實 基本上 得到的機會都一致 但是 老實講 你要經常隱瞞著 喂 你在那裡打工 是不是很不舒服啊 嗯 他說呢 有時候跟同事講開 漏口講開 又會怕他會不會 給老闆知道呢 老闆這樣說 那你整個生活 我只是想說 這六千人 和我們家人 那你覺得 是不是公道呢 老實講 我不理你這個法例先 你這個法治呢 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呢 都要令到人家覺得是公平的嘛 你才能夠維持到那個法治系統的嘛 就是你不是接過他那麼久的嘛 你不是這樣的嘛 你現在 你不要說 喂 你一樣去讀書一樣做事 於是他去明白 即是你永遠投床 有把刀 有些被你嚇到移民去外國 不是啦 不是啦 小生力軍很多都是 年輕人來的 是啊 根本就是 社會動量的 你想一下 有些 只不過有一個post在外國 回來 又真的被抓了 那麼 他們見到這些案件 那明明我那時候 寄了名字 沒有告我的 那個人在外國 他不生性 你說他 但是我於是出入境 那樣東西 壓力很大 是無形的壓力來的 好啦 那麼 他說呢 因為你每一天 其中一個手足就說呢 都會覺得 喂 今天有的東西 明天可能全部都沒有了 那麼究竟在生命裡面 你會覺得 有什麼是你擁有呢 因為你隨時連自由都沒有賣 隨時被人挖 嗯 是你想 有些長遠的planning 你都很難做到 喂 就是林定 我不知道林定國那些 當然不會聽他們 給你晚報啦 聽了也不會去做啦 因為在他來說 我覺得他覺得他已經做得好 喂 說明給你聽 沒事沒事 喂 不是你說沒有啊 沒有啊 那人的心 怎麼想那個人就不一樣 是啊 真是神經病 好 休息一會 好嗎 好嗎 謝謝 這是真的 感谢观看